Vihara Dharma Bhakti Vihara Dharma Bhakti 又稱為金德院或是美南話的金德院 是雅加達最古老的寺廟 位於印尼雅加達格洛洞區的唐人街一帶 最早建於西元1650年 也就是明末新初時期 距今已有373年的歷史 金德院主要供奉的是觀音菩薩 這也就是為什麼金德院的原名是觀音庭 或是福建化的觀音庭 也就是碰碰觀音的庭院樓閣的意思 觀音菩薩最為人所知的就是 救苦救難大慈大悲 在眾多類型的觀音像中 最有名的就是這種牽手牽眼觀世音 展現著觀音菩薩隨時隨地 聞聲救苦的大愛和慈悲 這也是為什麼觀音菩薩很受歡迎 因為人們相信他總是會聽見我們求助的聲音 並施以援手 當然金德月中也供奉著這尊千手千眼的觀世音像 在這座多神教的中華風格的寺廟中 不僅供奉一尊佛 除了觀音外還有許多佛教 道教儒教的佛阿菩薩或神明 有些佛菩薩例如觀音或是彌勒佛 可以給我們一般性的保佑 而有些神則比較保佑某些特定的方面 例如財神爺賜予財富和金錢 福德正神或是土地公保護我們的土地 陳黃岩守護我們的城市 助生娘娘幫助生育能力 文昌帝君幫助學子學業進步 觀聖帝君守護著忠誠和正義 地藏王菩薩發過紅月 地獄不空 勢不成佛 跟其他佛菩薩一樣 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 俗話說 信仰就是力量 心誠則靈 儘管經德院的佛菩薩和神明 大多來自如是道的民間信仰 但相信只要我們真誠地祈禱 慾望總有一天能夠實現 而在經德院 我們也可以在同一座寺廟中 對掌管不同領域的佛菩薩神明 來做祈禱 讓我們的生活各方面 都可以變得更好 經德院在農曆新年期間 也特別受歡迎 不只華人 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 也都喜歡來這座古老 又靈驗的寺廟來祈禱 大家通常祈求平安、健康和富貴 學生會祈求學業進步 家齡家智慧 商人會祈求財源廣進 生意興隆 當然還有吉祥如意 曾經有一位住在印尼的台灣人 偶然來到經德院 感到很驚訝 他說 我沒想到會在藝果他鄉 看到這些熟悉的佛菩薩和神明 覺得很感動 還記得上次拜觀音菩薩 是三年前在老家附近的寺廟裡 現在那些願望已經實現了 我很高興能夠在雅加達這裡 向同一尊菩薩表達我的謝意 感謝那些創建和重建經德院的前輩們 方便了如世道的信仰者 來就近祈禱或者是還願 幸運的是 經德院這座充滿不同加持的全方位寺廟 也即將在P2興建 P2作為一個獨立的城市 優先考慮為其居民提供完善的設施 因此這座歷史悠久又三教合一的寺廟經德院 也將進駐P2 我們希望經德院能夠為我們生活各方面 帶來祝福 也預祝所有來訪的居民或是訪客 都可以得到好運